在这个静命无声的密闭空间里 两个女人彼此深情地望着对方放肆地笑着 毫不介意显露出丑态 因为那份爱迷人的忘情 那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翠花最为有名的编剧 审视着眼前这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静 无限激进的身体 让两个女人的心悄悄发生了变化 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遇见 翠花对静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 当天翠花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 戳破了这层窗户纸 酒吧里两个女孩肆意地享受着彼此的温柔 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 两个女人有了私下接触的机会 一起了解对方的生活 一起面对彼此的工作 互相鼓励 互相支撑 翠花亲手 把眼前这个层默默无闻的女孩 培养成了一个名气隐心 互相的给予到了一定程度 中心思难业彻底爆发 他们终于迈出了那一步 身体跟灵魂也有了深层的交流 自此他们已经忘不了对方 甚至离不开对方了 可让人羡慕的爱情激情过后 往往又面临生活的再度摧残 后来的静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每日手机不离手 家务的分担 生活的琐碎 成了两个女人彼此的折磨 激情归于平淡以后 悄悄吞噬着他们的一切 少了关心 少了爱 甚至两人会因一瓶辣酱争吵 都有各自理由 忙 辛苦 片场的复杂性 像一把无形的刀 让翠花愤然离场 生活成了煎熬 共存成了折磨 爱情变了味道 这个家陷入了无尽的悲苦 多了解